在初审 就美国是三级审判 第一级的审判 叫做Court of Federal Claims 证明这个是 这种当然意思是天灾 但是天灾里面有没有人获得因素 如果是纯粹是天灾的话 就像夏牛 Memorial这边的房子一样 它被淹了 但是因为它本来就在淹水区 是五百年 或者是这样的区域 有Fly Assurance是Available 所以你自己要住在这里 你要支撑风险 天灾 不管是风灾 水灾 火灾 这个政府并不配上的 你那么要自己私人保险 但是上游的产业呢 上游的居民 它受灾害的原因 主要是因为除了天灾外 还有人获 有人为判断的错误 如果中间的一个理由就是说 政府因为水坝不够大 不够深 它放水的速度不够快 它放水的时间不够早 因此造成大坝崛起 大坝满了 水淹下来 把这些不应该被淹的房子给淹掉 所以固然是天灾 这个四天之内掉了四十二寸的水 但是呢 还有人获的因素 美国陆军工兵署 做了一些个设计上的错误 和实际上的错误 就像我说的 裹水坝更大 挖得更深 放水更长 或者是放水的速度更快 现在只有十一条管道放水 如果它有二十条管道放水的话 这都是它美国陆军冰工署 可以改进的地方 那么它因为这些设计上的一些人为的错误 导致它在需要大水下来的时候 它必须征用民灾来做输水的管道 然后减少下游的灾害 但是它害及着上游 所以判断下来 上游要乘负起这个责任 它因知能知而不知 因防灾能防 而不防灾 它就失防不知 它是赌知 那么这个是政府挫败的行为 它必须要负责其赔偿的 就是出省 第一点是这样的 第二点 就决定要赔偿的范围有多少 赔多少 赔全房子 还赔一半 所以它有一套复杂的公司 三个公司回头它们回来解释 好 最重要的就是说 但是呢 对于政府求偿 所谓申请国配的这种行为 有六年的时间限制 所以到今年的8月28号 你我不申请 你的权就放弃了